字幕志愿者 李坤 字幕志愿者 李坤 字幕志愿者 李坤 VBS 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你的新的声音频道 这边李坤老师 今天我直接化身为刺客 要上演李坤刺客王了 哈哈哈哈 AVBS 演唱 李坤 今天我们的目标对象就是 是华晨宇 技能 穿云烈石 通过连续的高抗高音 企图以音波穿透久消 深烈巨石 讲到花花大家对她的印象可能就是 她有高抗的高音 以及极富张力的舞台表演力 散音也非常的有辨识度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就是 我认为华晨宇最难的五首歌 就是那五首歌 花花是选秀比赛出身 那个时候的花花 就已经展现出她与众不同的一面 台下看起来含蓄害羞 一上台直接变成霸气侧漏火星人 不出意外 果然拿到了选秀冠军 从这之后 不管是台风还是演唱功底 以及个人的音乐风格 都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更是以第一个新生代歌手身份 夺得了高手如荫的歌手冠军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花花 经常跑过来跟我讲 这个花生宇的歌真的唱不得了 永远都要破音 为什么花花的歌这么难唱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分析一下 那补充说明一下 以下的五首歌曲 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同学们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哦 帝王 国王与乞丐 这首歌曲和无间的表演 都是非常完美的 当年走到街上 哪里都是这首歌 可以说是非常的洗脑了 可是一般的同学 在KTV里面 往往唱这首歌 也是非常力不从心 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 难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要说的 就是音色的多样性啊 在我听起来 至少就有三种音色的变化 比如说第一句的 这是用呢喃的语气唱出来的啊 空气流速站主导 那第二个音色呢 就是Bridge之后的哼唱啊 我们有很多同学 把这个音色称之为头声 那它跟甲声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缓甲机多拉了一点点 然后声音就会听起来比较实义丢丢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口腔空间给放大 来认识我们的音色 像打哈欠一样 呼呼呼呼 这样就可以啦 第三个音色呢 就是谁有能感受的感受两个字咯 谁有能感受 好 花花经典的音色出现了 高亢激烈 听觉刺激度非常的高 这就是一个把缓甲机力度开到最大的动作啦 因为我们声带张力的骤然提升 声音听起来会非常的实 如果说想要把这首歌唱出花花的味道的话 那么以上三种音色的控制能力都必须熟练的掌握 并且记住它们的使用时机点 回去看一下花花在歌曲当中是什么时机 把这些技能运用的如此炉火成青的 只有在对的时机用上对的技能 我们才可以做到天时地利人和 哈哈哈哈 第四名 齐天 这首歌就是大杀四方 气势磅礴的一首歌啦 熟悉花花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这首歌里面加入了大量的说唱元素 能够轻易地燃爆全场 我觉得这就是花花的杀手锏 诸葛连弩 那这首歌的难点之一呢 就是我刚才用诸葛连弩来形容的说唱环节啦 字式非常的多 节奏也是非常的快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在发声层面上面更是有几个突兀的B4场音 需要我们来功课 我们来先讲讲这几个B4好了 那有经验的同学就会知道 B4这个音 我们碰一碰它 跟延长它 那么两者的难度级别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 那怎么才能唱好的延长的B4呢 老师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加入产音 没错 花花也是这么做的 好那么 唱音的技术动作原理呢 就是通过我们灵活的空气流速变化 然后让空气和声带进行频繁的互动 他们两个频繁互动起来的话 对我们稳定音高的制造是非常有帮助的 如果说还有同学想更深入的了解 唱音这个技术的话呢 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 辅兴老师拍的有关于唱音的影片哦 好 关于说唱的部分呢 老师也没有研究过 唉 原谅我 我真的没研究过 第三名 荒野昏德罗 好 说到这首歌曲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宝藏歌曲了 没有听过的同学赶紧去听一遍 整个歌曲的编曲呢可以说是极简主义 只有主vocal 吉他以及和声 那么听完之后呢又觉得细节满满 那这首歌到底难在哪里呢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呢 就是音量的灵活变化了 就好像这一句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前字的后面呢是变小的 然后到镜子呢前面也是小的 后面慢慢的变大 然后反差感特别大 落差特别大 这样才会有那个感觉 好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做到这个操作的话呢 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空气机的灵活度啦 有很多种办法可以训练它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狗喘气 对吧 这是一种 那这里呢 老师再分享给你们一种 速成的办法就是 游弱变强有没有 如果说我们把它带到旋律里面 它听起来就会像是 在我想要小声的时候呢 我给气力气就小一点 我想要大声的时候呢 我给气力气就大一点 那我们就会发现呢 如果我们小声的时候 躯干就会有一个用力的感觉 在变到大声的时候呢 甚至会有一点压迫向下的感觉 有没有 那学会了赶紧把它叫到歌曲里面吧 第二个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首歌的重拍啦 虽然说都是四四拍 但是因为重拍放置的位置不一样 直接赋予了这首歌一种紧张刺激 荒野求生的氛围 那花坏呢 把一个小节奏做成了八份 组成了一个三三二的组合 什么叫三三二的组合 那放到拍子里面 听起来就会像是 第一拍的正拍 第二拍的反拍 以及第四拍的正拍 那我们把速度加快呢 就会变成这样 好 那么熟悉了三三二这个组合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重拍的地方 音量变大 放到歌曲里面 听起来就会像是这样 好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三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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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样才会让歌曲变得更有味道 第二 第二 我管你 我管你什么想法 我是我自己的挑战 管你什么看法 我的世界我来浮夸 哦 我管你说那种复杂 哦 我不要被谁给交换 这歌明天就好嚣张 好不羁有没有 当时我一听就好嚣张 听歌名就马上被吸引住了 然后听歌的时候就跟着摇头啊 根本停不下来 这首歌为什么排第二呢 因为我发现它的综合难度 哇哦 真的很大 好那第一个呢 就是音色的选择了 那花花在前面主歌的时候 用了很多很轻蔑 很藐视 很I don't care 我不太接受 什么卑微去变换手 我不太能够 顺应所谓的大交流 有没有 那在它副歌的时候呢 花花更是使用了 类似于嘶吼的音色 听起来就很生气 很愤怒 问你什么看法 我有我自己的标档 这样的音色使用细节呢 很多时候往往就被我们同学忽略掉了 但是这样的细节 尤为的重要 不如我们直接换一个别的音色 唱唱看 我不太接受 什么卑微去变换手 我不太能够 顺应所谓的大抄楼 欧~~~ 有没有 这不是那个V啦嘛 那这第二个难点就是这个音域了 我数了一下 真的有几十个B4 而且都是连发 这样已经让整个歌曲的难度上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并且最恐怖的是 它基本上都是张口就来 所以哪怕是花花 也聪明的做了一个小Tips 就是在进入那个 问你什么想法 之前呢,他加入了一个 的滑音 这个滑音呢,至关重要 能够帮助我们对于拉声的感知 更加的敏感 从而顺滑地唱上高音 那么有经验的同学就知道了 我们已经抓到高音的体感的话 再唱高音的连发 就会比凭空唱出一个高音 要简单的很多 我们试试看 我关你什么看法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关你什么办法 我的世界我来浮夸 第一名,烟火里的尘埃 我还在尴尬 那这首歌就是花花最受欢迎的歌曲了 那最受欢迎就是最好唱的吗 怎么可能 那如果说在花花的歌的里面 她排第二 就没有什么歌可以排第一 就像是在VBS里面 我说我第二 谁敢说第一 看不下去看不下去看不下去了 嘿嘿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 那她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 我从两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常见的歌曲长度啊 5分21秒 暧昧有没有 那么想要唱到这样长度的歌呢 那续航力一定是大家先要注意的啦 第二点呢 就是这首歌的音高呢 像爬楼梯一样 到了第二段之后 直接有将近一分钟左右 A4附近的高音连发 直接让人苦不堪言啊 那不熟悉音高之躁的同学 我觉得会唱起来非常的辛苦 感觉嗓子要起火啦 好 那我们来挑一段同学们觉得最折磨的段落来讲一讲啊 那就是 笑得开坏 这里啦 笑得开坏 哭得胆帅 温和标签 要让这世界安排 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 死死一场烟火散落的真爱 那后面音高呢 可是直接飙上了G5 而且虚实转跳非常的频繁 好遇到这样的段落呢 我们就必须得明白 缓甲机以及甲烧机的G增G减动作 听起来是不是很困难 其实也没有啊 我们只需要先把缓甲机的G增G减 跟空气流速搭配起来 先完成音高制造的任务 好那我们可以用呼 这样的练习呢 来帮助我们 那小型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速要很快 而且要与喉部的一个薄薄的力气 配合起来互相运动哦 像是这样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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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 音高制造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用 从呼到呃 在低音的时候呢 我们把甲烧的恒定给递增回来 千万要记得 一定要在刚刚的基础上面 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很容易就会断层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看看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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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么我们就把它带到歌曲里面 唱唱看 呼 笑得开怀 哭得坦率 为何表情 要让时间来安排 那接下来的G5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一个简单的弹唇 就可以轻松的帮我们解决这个G5的问题啦 把它放到旋律里面 听起来就会像是这样 我们熟悉了这样的发声运动之后呢 就可以把弹唇动作取消掉 变成是咬字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G5也没有那么难啦 这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 呼 好的 听完这五首歌有没有被爽到 再次重申一下哦 大家如果对花花最难的五首歌有不同的意见 都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再者就是如果你希望下次看到哪位歌手的话 也欢迎踊跃的留言 很有可能 下次他就是我们的目标对象 VBS让你搞懂唱歌电视 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们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今天的内容分享出去 不要忘记给我们留一个赞哦 在我们的IG有更多的私密内容 等你来发现 如果说您对于唱歌还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 都可以上我们的FB社团 上面每天都有专业的老师问你答疑解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